主耶稣搜难 主耶稣搜难 各位我们今天 一起来思想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 他的受难 跟我们今天 跟我们的永生 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一切的一切 就是我们的灵魂有什么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人有三样东西 不是这么容易意识到的 但是是实实在在存在 也一直在影响我们的 那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宇宙 宇宙 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宇宙 然后宇宙有多大 这是在人的心里面 一直困扰的东西 然后人也一直想知道的是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有没有永恒 永恒有多长 这是我们人很难意识到的 尤其是我们只有活在地上 七十年八十年 第三样东西我们人 一直在发觉的 就是除了这个外体 我们里面还有没有 另外一个自我 那个本体 就是我们一个人的 一个灵魂 所以我们讲自我的存在 一个人 他自我的存在 是不是永远的 是不是那个看不见的 那个生命 有三样东西 宇宙 永恒 跟灵魂 其实这个是一切人的学问 没有办法讲清楚的 但是这三样东西呢 虽然人很难意识到 但是一直在影响 人一切的思想 人的生活 人的决定 都跟这个三样东西有关系的 各位我们来思想 第一样东西 整个宇宙 宇宙有多大 各位我们还没有想宇宙的时候 我们先想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多大 其实人一直很想知道这个事 所以呢 当人就是开始科技有发达的时候呢 就想到这个地球的时候 地球这个 circumference 走一圈的话 四万两千公里 如果你坐飞机的话 差不多四十四个小时 能够走一圈 但是呢 当人有一天呢 从这个地球出来的时候 他进到太空 然后忽然间看见这个太空的无穷 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再计算了 这是不能飞机来计算的 这是用光年来计算的 所以呢 当人一去到整个的 整个的 这个宇宙 开始呢 就会想说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球外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没有其他的星球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galaxy 和谐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生物呢 那人看到 那个宇宙的庞大的时候呢 他感觉到自己很渺小 那时候他的心里面被触动 一个自我的人 马上就被触动的时候 我很渺小 所以呢 一直要知道 还有多少 还有多远 所以呢 人有这个 虽然这个渺小的一个人 活在一个地球 活在一个今生而已呢 但是人有这个征服心 他要知道 知道 然后要征服 所以人里面有这个东西 当人一知道之后呢 人要去到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整个历史里面 人是一直要征服的 要征服另外地区 征服另外一个民族 征服另外一个国家 征服另外一个星球 有些人现在要 就是过去火星 在那边生活 各位有看报纸吗 很奇妙的东西来的 各位这是人里面 有一个很奇妙的 当他发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 他里面有一个空缺 他里面有一个好奇 那个好奇 那个空缺之心 叫他 没有安全感 他想知道 他想征服 各位要知道 比宇宙还大的是什么 各位圣经里面有讲 圣经说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了 有一个天 有一个天 比整个宇宙还大的 有一个奥秘在那个地方 那另外 各位 我们人一直在揣摩 有一只很难意识到的东西 就是永恒 各位永恒是什么东西 各位今天好好思想 永恒呢 是有一个时间的观念 时间 当我们讲永恒的时候 必定是有昨天 有今天 有明天 还有不会结束的明天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时间观念 各位人的本性里面 就是会有一个永恒观的东西 有一个时间观的东西 上帝放在里面 各位知道吗 今天如果你有些痛苦 你家庭有问题 你贫穷 你失败 有些痛苦 打击你 那个痛苦呢 不是太痛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那个痛苦不是永恒的 明天会结束 明天会更好 所以很多人说 时间能够冲淡你前 对不对 这是有部分的真理在里面 好像有一个时间 那有时候我们遇到 很开心的事情 很喜乐的事情 哇 各位 很开心很喜乐 对不对 各位 你很开心很喜乐 是因为你现在遇到的 那个很开心的事情吗 不是 是因为 在那个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你意识到 明天还会喜乐 明年还会开心 对不对 你一直会想到 一个乐观的明天 一个乐观的明天 所以今天你有的那个东西 教你很开心 没有一个人 如果他知道明天会死的话 然后呢 他今天给他多么好玩 好吃的 尽情享受啊 吃啊 没有一个人能够尽情 这样享受的 如果你知道明天会打战 你口袋的钱 全部变成这个banana leaf 全部没有价值了 你今天不会因为 你在这个银行里面 很多的钱 你来满足来开心 不会的 你是有一个时间观的 你是因为现在的喜乐 你会想到 这个能够存留到明天 存留到明天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才能够享受的东西 人有一个时间观念 永恒观念 各位知道吗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再讲一遍 所以你的痛苦不太痛 是因为上帝给人造了一个时间 你的喜乐 你的开心 你现在能够享受 是为什么 不是你暂时拥有 你暂时 各位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谎言来的 什么叫暂时拥有 因为你想到现在有的 然后你不去想 什么其他的东西 就是你的意识 你的灵魂说 明天还会有这个东西 后天我还会因这个东西喜乐 所以你今天喜乐 很开心 人是不能满足于今世的 弟兄姐妹 人是不能满足于今世的 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人说 哎呀 我活到八十岁已经够了 八十岁搞了 各位讲这句话的人是因为 他对永恒没有答案 然后他看到旁边的人 所以他自我安慰里面 然后他看到旁边的人 哎呀 这个五十岁就是 哎呀 那个六十岁就是 哎呀 尽口脸啊 口脸 哇 背着会高料高料 然后他就跟自己说 八十岁够了 他自己这样跟自己说 我跟各位说 绝对不够的 他里面的灵魂告诉他 绝对不够的 各位 通常有些人说八十岁够了 各位 如果注意的话 讲这些话的人 都是他们在六十岁 七十岁的时候讲 绝对不会有人在七十九岁的时候 讲我八十岁够了 但一个人在七十九岁的时候 他会说 八十五啦 或者九十最好 对不对 因为他 他能够意识到 因为他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我跟各位说 能够否认 他心里面的 有一个永恒性 永恒性 人是不能满足于精神的 所以这是上帝 放在人里面的 一个本质的东西来的 那个本质的东西 叫他 这个心里面 一直向往 要存活下来 要存活下来 那个喜乐要存起来 我今天开心了 明天要开心 然后我要想到 明天有把握 有开心的事 如果明天我知道 有一个忧伤的事 我尽量不要想那个东西 或者我把 我将来要 可能死亡的事 这个是一个正常话 哎呀 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但是这不代表 他能够满足 各位 你一定要想 你的心灵里面 真正的 那个东西在里面 我们里面是这个东西的 神给人造了永恒 所以这个有永恒的人 他知道 他过后 这个永恒呢 他知道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他要见 他要见谁 他要去哪里 我跟各位说 人跟动物不一样 人跟动物不一样 人动物死了 就是一无所有了 变成无 因为人动物的灵魂 跟人的灵魂 圣经说 这个造的时候 那个本质是不一样 动物是向下的 灵魂是向下的 人的灵魂是向上的 所以人有一些特性 是动物没有的 所以动物呢 今天吃 明天被杀 没有关系 吃了 然后死了 变成无有 但是人有一个永恒 这个永恒呢 他一离开这个肉身的时候呢 他要面对一个永恒的事实 他要不是就是跟 他要不是面对的就是 跟这个上帝 创造他的上帝 永远在一起 有永远的喜乐 永远的平安 自由 不能想象的一个喜乐 这个今生也不能意识到 但是永远能够想象 不然呢 各位弟兄姐妹 不然呢 他要面对永恒的灭亡 各位永恒的灭亡 并不是成为无有 圣经说 人的灵魂 上帝造的时候 把永恒性放在里面 不会像动物这样灭亡 人的灵魂呢 是能够存留下来 但是呢 他能够继续 换句话说 能够继续意识到 他的周围 他的情况 能够意识 能够感觉得到 但是呢 如果是永恒的灭亡 感觉到 意识到永远的恐怖 惧怕 不安 那个光景 永远远流下来 各位知道吗 所以人的尊贵 我先跟各位说 第一 有一个比宇宙还大的地方 第二 有永恒性 有永恒性 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没有想这个东西 但是呢 当我们人开始 遇到有一些情况 遇到有一些无助 不安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说有一些短暂的事情 短暂的喜乐 为什么这么快变 为什么美好的时光 这么快结束 那有一天 他开始意识到 他有永恒的时候呢 他开始会诚实起来 他很诚实地 面对自己的存在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叫 深财弟兄 他刚刚 各位都知道 我们上个礼拜 为他祷告 他刚动了一个手术 其实他信主不久 后来他有颈椎的一个大手术 这个很靠近这个神经线 感谢主他手术成功 然后今天要出院了 然后 那他就分享他的见证给我的手 他说这样 他说不是 你知道吗 以前很多的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去过教会 我听过神的道 我这个人 你看又大肢 又刚又硬 我行我数 从来没有哭过 人家跟我讲的时候呢 我说我不太需要那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 他参加一个丧礼 其实这是很奇妙的东西 我们人都一直在参加丧礼的事 但是只是有一些人能够意识 有一些人没有意识 看上帝什么时候感动你 所以他参加丧礼的时候呢 忽然间那天 他就说 忽然间有一个问题 进到他的心中 他说 我发现我的永恒没有去向 我要去哪里 他看自己的妻子 看自己的两个女儿的时候呢 他们都很可爱 我现在都很爱他们 但是最后我们去哪里 最后我们在一起嘛 最后 各位知道吗 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的灵魂好像开始要醒过来了 他的里面对永恒的意识 能够意识到的那个时刻里面呢 他开始诚实起来 他问 他问他自己很多人不能解答的东西 人有灵魂吗 人有永恒吗 如果有的话去哪里呢 那个时候 所以整个人柔软下来 各位知道吗 很奇妙的 然后呢 不久后 他就来了教会 后来也接受了主 各位都知道他的故事 但是我为一个这样的人感谢主 他能够开始思想自己永恒的去向 从那时候开始 他才会诚实 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存在 今天很多的人 因为今天现在很舒服 现在很多的人爱他 今天家人 孩子 子 子孙全部都有在旁边 所以没有想这个东西 没有想这个东西 然后这 我现在能够拥有就满足了 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说 当一个人面对他的灵魂 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呢 他不能带着他的家人去 他要自己去的 他要自己面对他的永恒 他的那个永恒是永生还是灭亡 他自己要面对的 你最爱的人 无论怎样的 跟你有很靠近的情感 很深的情意 你不能把他带走 不管是父母跟孩子 还是夫妻都好 这是一个事实 圣经里面很清楚讲这个东西 各位弟兄姐妹 我刚才说了两样东西 我们很难意识到的东西 第一就是整个宇宙多大 第二就是永恒多长的东西来的 各位知道吗 圣经第一句话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个地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看得见的世界 生活然后我们触摸 我们体感很多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们大概发现了 地球过后还有宇宙 哇 想再知道再征服 对不对 但是很奇妙的 上帝说有天 早就有天了 圣经里面找出 那个天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空气层 那个sky不是这个东西 那个天也不是我们看的火星 什么另外一个galaxy 什么milky way 那个和谐 不是 也不是千万年的那个光年 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天是比整个宇宙 人的光年不能去到的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上帝预备的天堂 所以不能明白的人是 天堂怎么能够有这么多人啊 你天堂怎么能够那 对 那有没有动物啊 有没有人 各位 我跟各位说 天堂 无限的天堂 我跟各位说 无限的 所以没有一次是重复的 人在那个地方没有一次是重复的 你的喜乐没有一次是重复的 你知道的新闻没有一次是重复的 各位在那个地方 天堂 各位你很难意识到 对不对 但是圣经已经讲了 然后神说 人若不重生 不能进神的国 有那个国 有那个国 所以上帝赐给人永生 这永生就在他的儿子里面 这永生 人又永远 其实甚至你没有宗教 你对你自己 你反思你里面的东西 你反思你里面 你会知道 你会对自己诚实 你不能满足于今天有 你一定每天还要有的东西 这是圣经里面都讲的东西 但是各位 你对这个两个宇宙 天堂 永恒 你要能够意识到的话 有第三样东西是你一定要能够意识到的 因为这个第三样东西是一个关键 这个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你的self-conscious 你对你的自我的存在 也可以说你的真正的你自己 就是你的灵魂来的 你的灵魂 你的肉体 只有七十年八十年 你不能知道永恒的东西 你就活在地上 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你连这个手上的细菌都看不到 你不能看到永恒 很奇妙的 你活在今天的时候 你很难预测下一秒钟的事情 但是很奇妙的 上帝给人灵魂 这个灵魂是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 也尽量要解释 也很糊涂的解释的 打开打开解释的东西 就是一直人之后回来 灵魂好像有一样东西去了又回来 对不对 灵魂 各位什么是灵魂 各位思想这个东西 灵魂呢 我现在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灵魂是我们里面最深最深的东西 有些人说 牧师灵魂是不是一个感觉 我今天有感觉 我跟各位说 灵魂不是感觉 不单是感觉 灵魂是你一切的感觉 你的思想 你的动机 你的决定 你的意志 全部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一个实体 就是灵魂了 那个灵魂了 灵魂就是 原来你为什么有思想 你为什么有盼望永恒 为什么你现在 你79岁的时候 你不愿意80岁离开 因为你有灵魂 对不对 原来你怕的东西 不但是现在的痛苦 乃是这个痛苦 如果延伸到明天再明天再明天 怎么办 因为你有这个灵魂 各位理解吗 灵魂的东西 灵魂是实实在在 上帝造人的时候 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 就是放在他里面的一个 叫他有一个能够与神交通的那个灵魂 那个灵魂在了 所以这个self-conscious 各位明白吗 灵魂是一个真的自我在你里面 有另外一个人 那个才是真正的你 那个才是最后要面对永恒 面对上帝的那个 真正的你 各位我再解释一下 各位注意听 灵魂是一个看不见的你里面的你 现在有时候你看镜子的时候 你看的 好像我看 智三这个人 他的眼睛鼻子 这个是你的外体 外体 有时候呢 你跟人讲话的时候 你称赞人一下 称赞人 其实呢 你称赞人是你外面 你讲话的时候 经过包装的 经过 就是covering 掩护的 对不对 称赞人的话 讲出来 这个是你的外体 但是你的灵魂里面 不是对他很看好 对 有一个东西 就你的灵魂里面有的 你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 但是人要礼貌 所以外面讲出来 但是有一个真正的你 在你里面 有时候你外面显得很痛苦 人家来关怀你 为什么你这样痛苦啊 是不是孩子不听话 是不是事业有问题啊 什么啦 是不是病痛啦 恶失了病啊 什么很多问题啊 对 这个是外体 但是你的灵魂 如果最深的那个地方是 我要博取人的同情 我要博取人的理解 我要人能够体贴我 我要 这个灵魂有一个声音 但是不是人嘴巴的声音 the deepest motive 你追身里面的那个动机 意念在那个 那个就是你的灵魂出来的东西 那个东西呢 要见上帝的 那个东西要面对永恒 那个永恒 就是这个灵魂 各位很难理解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很难理解 因为人一般上 都是只有注重外体的东西 你动到一个烧的东西 哇 羞啊 就救这个东西 人骂你的时候 哇 生气啊 就外面听到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你里面那个东西是怎样 很少人反思 有些人他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他外面做的讲的 其实跟里面真正的那个 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 他先要让人知道 你是有灵魂的 所以他说 你们谁没有罪的 没有罪的 你先用石头 打这个犯罪的这个妇人 你们打他 你们谁是没有罪的 现在耶稣基督讲的罪 是什么罪 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灵魂的罪 并不是行为的罪 我们行为做出来 骂出来 讲出来 就是那个是外面 行为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灵魂里面的那个丑陋 那个丑陋在那个地方 那个自私自我的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主耶稣说 你们都守了律法吗 你们以为你们没有杀人 你们向你们的弟兄动怒 你们看不起他 你们里面 你们的灵魂是看不起人的 你们没有犯过戒丁吗 你们里面动了隐形 你们里面的那个人做了 做了 这个就是灵魂的 因为最后 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呢 他这个肉体老了 衰退了 然后全部要脱下 脱下的时候 这个灵魂就去到上帝那个地方去了 各位知道吗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是现在 在这个21世纪里面 很多的人 发现 有另外一个 RAM 另外一个境界 是科学研究不到的 所以现在科学也 要研究 有些死了 又复生的人 他们到底你去了哪里 一直要问 看到很大的光 看到很无穷的一个世界 一直问 然后就停在那边了 那是什么什么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各位知道吗 现在人一直要解决的是这个东西 这位是事实啊 当这个历史越来越前进 当这个历史 人类历史快要 越来越要结束 人开始能够知道 有灵界的东西 灵魂的东西 很奥妙 神早就告诉人 人有灵魂 但是你说 为什么人不会意识呢 因为当一个人 在这个地上 他只有七十年八十年 他很在乎曾经拥有 他自己很有聪明 很有本事 很伟大 能够做很好的事 能够造福人类 能够拥有一切 他的意志 要做什么 就能够做到的时候呢 其实他只有在乎 那个外体的东西 他没有去想 他里面的另外一个人 他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人 跟他外面的那个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嘛 那个一样的东西嘛 那个里面的人 其实最后要被敞开 吃露在神的面前 但是呢 现在暂时被外面的成就 外面所能够做到的 那他的聪明 他的激情 被这些东西遮盖住的时候 其实他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去想那个东西 所以一直到 通常啊 通常到一个人 他已经无助了 无奈了 老了 无利了 很奇妙的 种种的问题 来到他身上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很奇妙 那个时候呢 他会反思他里面 我那个人 对吗 我的那个内心世界 是怎样的一个样子 他就会想这个东西了 我是读政治的 各位知道吗 我们以前读到中国的历史 现代历史 我们读到毛泽东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 毛泽东他 他是一掌权的时候呢 泰山压了一步弯腰 他的很多的名言啊 泰山压了一步弯腰 就是他就很伟大 全中国就是跟着他 那个时候 后来他开始这个文化大革命 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 很奇妙啊 他是宗教人的鸦片 但是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的思想就慢慢 跟这个道教 开始他进入要宗教的事情 他要反思人心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他要面对一个真正的自我 他就那个时候 他的话语很多 就是道教的颜色就出来 阴跟阳 那时候他很衰弱的时候 他说软弱就是刚强 刚强就是软弱 刚强变为软弱 软弱变为刚强 他是要讲 他就是那个样子了 就是那个东西了 所以他就 很多的这种东西就出来了 因为他已经无能无助了 他有这个Parkinson Dizy嘛 对不对 然后人整个衰退的 那个光景里面 然后呢 从快要离开的几年的时候 他就慢慢不可以面对 他不能面对高官 很聪明 能够给他很挑战的建议的人 他不能面对 他就面对的是他的秘书 他的护卫 他的护士 他就跟他一起跳舞的那些女子 然后从他们那边来听到有些新闻 然后做决定 所以整个中国在那个时候呢 各位会发现 完全跟全世界 isolate 鼓励起来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 那个时候他不能面对 他的外体已经很软弱了 然后他的灵魂 灵魂里面 他其实他不能面对 比他聪明的 挑战他的 所以呢 他就比他弱的 他就听了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跟各位说 无论怎样伟大的人 当他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他开始想反思 自己灵魂的是 里面的那个人 有宗教 然后给我的安详 有这些东西 各位 我跟各位说 人就是人了 人总是在面对 他最害怕 最没有答案的东西 他不能让那个东西 留住在那个地方 他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答案 来给他心灵的解脱 因为他需要那个解脱 他需要那个安详 我们西方 刚才我讲 中国 我们西方 哲学之父 苏格拉底 各位 如果没有听过他的东西 各位知道 西方哲学之父 苏格拉底 他是对死 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也是要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他知道 他终究要面对死 所以他面对 他给死就两个东西 两个总结 第一就是 我对死的理解就是 人死了就无有了 non-existence 所以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所以呢 non-existence 你感觉不到什么东西 无有 成为无有 或者 第二 他就说 或者我们人死了还存在 我们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跟很多的死人 能够相遇 我会见到很多的 我很想见的人 我很想见的哲学家 很多 那个时候就相遇 他就讲 就这个两个东西 那是好事 那更好的是 哪里有好事啊 你无有很好事啊 不知道 你见到很多人 但是要看在哪里啊 在什么地方见 各位理解吗 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东西是 你说 不是 我不是苏格拉底 我不是毛泽东 不是 我跟各位说 我现在讲他们的东西就是 这个是 他们是反射人性 并不是讲他那个人 当一个人 当你有这样的学历 学问 有这样的深奥的思想 或者你有这样的权力 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展 发展到 就算你极限的发展 也是发展到 这个的思想 这个的信念 因为你最终一定要给你 自己的心灵 有一个平安的那个地方 各位 我跟各位讲的是 事实的话 但是有些东西呢 不是我用人的话 能够讲出来的 用历史来跟各位讲 用人的生命来跟各位讲 如果各位能够听得懂的话 各位马上 会发现 其实你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你自己 你一定要面对那个地方 人有灵魂 但是 今天很多人问 那为什么 人 这个三样东西原来是最重要的 但是人不意识到 你看 比宇宙还大的是什么 人想去 但是还有多大 为什么意思不到 永恒有多长 我想意思 人的灵魂 那个自我反思的那个地方 我想知道 我真正的那个我 我能不能去到永恒 我能不能得救 我能不能存活下来 但是人一直没有面对 那个真正的那个我 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不能意识到 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人不能意识到是因为 有罪 我跟各位说 什么叫罪 我们一讲到罪 杀人放火 犯奸淫 杀人 欺骗 贪心 偷盗 我们就想的东西 罪就是这个东西 我告诉各位 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人已经在罪里面 罪的影响里面 他后来做出来的东西来的 罪的本质是人变成肉体 人变成肉体了 所以肉体呢 只有关注 这个能够触摸得到 今生的事 能够看到 能够享受到的 然后不管其他的东西 人无论怎么想 怎么想 不会把来世的东西 当作比今生的更重要 因为他的肉体已经掌权了 他的肉体所能够触摸到的 他现在把这个当作是最重要 最机要的肉体 但是原来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是被那个看不见的 我刚才讲的 来影响 来做决定 来思想 只是现在太舒服了 现在太好了 太多人爱我了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 这个东西 罪就是这个东西 肉体 所以当一个人 他为了今生 只有满足肉体 越来越要 只有满足肉体 到一个地步 这个繁治的时候呢 才很多恐怖的罪 杀人放火 翻监林偷盗 什么 这些东西全部会做出来 那个是 其实那个本子 那个根 是人已经变成肉体了 只有要今生的舒服 今生的满足 这就是肉体 这个就是罪了 所以对永恒的东西 不管 对灵魂是怎样的人 不负责任 我不管它 是怎样不怎样 我只懂我现在看得到的东西 各位这就是圣经 讲的 人离开神的光景 人没有办法意识到 那个实在的存在的东西 存在 但是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圣经 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了 圣经 圣经说 人在罪中成为肉体 肉体不能明白属灵的事 对不对 所以肉体无论怎样思想 怎么要判断追求 不能追到永恒的事情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受难节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问 为什么 我们每年庆祝耶稣受难节 我们百听不厌 为什么这个圣经 只有一本 其实很薄 很多故事书比圣经还长 还厚了 看起来这么薄的东西 为什么牧师讲了再讲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 颂赞这位主 这么多的人庆祝这个受难节 各位有没有想过 他的故事 各位听的时候 不会重复的 人的故事你再听 再听到一个地步 重复了 重复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但是这个知道了 还在知道 又在知道 又讲什么 对不对 各位你有没有确认过这个东西 各位有确认到吗 这个就是因为 这位主 祂所做的事 是有永恒性的 今天还有功效的 那么各位问 为什么我们这位年轻人 33岁的一个犹太人 他死在十字架上 把我从罪救出来 这个有什么关系 他死在十字架上 这年轻人到底什么事情 对不对 各位很多人 他流的血2000年 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 各位一定要今天受难节 各位再次思想这个东西 亲爱的朋友 我告诉你 两方面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跟你有关系 为什么跟你的灵魂 你的永恒有关系 因为 他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事情 那个事实 叫我们开始能够意识到 我们肉体不能意识到的东西了 各位注意听 你要知道你才能转向神的 你没有意识到你怎么转向神 今天很多人就精神满足就好 现在开心就好 但是他开始意识到 其实还有啊 其实还有看不见的世界 还有看不到的地方 看不到的永恒 跟我在一起 还有这个灵魂 这个永远活着的 不知道要去哪里的 还有 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 是告诉我这个东西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各位他说什么 各位他说什么 各位他在上十字架之前 等祷告的时候 他说 父啊你曾叫我 把永生赐给属于你的人 这个永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呢 把永生赐给他们 叫他们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 也并且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了 这就是永生了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 父啊你饶恕他们的罪 你饶恕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各位以前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一直想说 为什么主耶稣说 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们明明晓得 现在那个犹太人 明明很愤怒的 很专制的 钉他十字架 然后彼拉多执行 他就下命令 然后罗马兵定很残酷的 把他就钉在十字架上 明明他们是晓得 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在罪的影响 恐绑之下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 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 虽然是有意识的 好像他们自己有意识 好像人家骂你的时候 是有意识的骂你 对不对 打你的时候 好像我有意识的 叫我的手打你 但是呢 其实他们在罪的影响 肉体的影响的时候 他们不晓得 他们做那件事的时候呢 他们以为是应当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有什么错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做的时候 哇 饶恕他们 因为他们做的是在 罪的影响之下 各位理解吗 他们在罪的影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前 他一直讲的东西 吃给他们永生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求助饶恕他们 那个时候 我们人在一个 在一个义人 一个罪人 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 他是义的 但是当这个义 这个罪人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好像一个罪人啊 把从来没有做错坏事的人 钉死害死他的时候 他的灵魂才会意识到 我是有罪的 各位了解吗 好像你开始啊 你打 这个 爱你的父母 爱你的 忽然间 你才发现到 为什么我这样做 为什么我不怕得罪神 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我就按着命令 按着我该做的 我执行 对不对 为了我的益处 为了我的 私人的好处 执行命令 但是各位 那个东西 做出来的时候 告诉你 告诉人 告诉所有 盯他的人 告诉所有 全人类 原来有一个义人 是这样 实在是加上的 是人 盯了他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 自己的丑陋 自己的无有 无有 自己今生的可怜 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 罗马百夫长 说 他真是一个义人 罗马百夫长 这么说 当做了那件事情之后 他才发现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耶稣 就是盯在 他道成肉身 33年活在地上 他在上十字架 他讲的 很多的话 各位生死 其实都是要告诉人 永恒的存在 灵魂的存在 然后灵魂要像 这个永远的上帝 那个审判者 交账的 那个事情 那么各位 现在我要结束 这个东西 各位可能会问 那么如果我们意识到 如果我们意识到 我们灵魂里面 的那个人是丑陋的 我们意识到 他的存在 那这个足够得救吗 不足够 我跟各位说 这个地上 有很多的思想家 宗教家 道德修行家 他们都能够 知道 他们都能够知道 里面还有多一个人 但是那个不足以 他们得救 很多人 这些道德家 思想家 思想家 宗教 当他们没有平安的时候 他们行善 既得 忏悔 修道 打坐 他们一直要有那个平安 因为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没有平安 他们的追求是 只要我有一个平安的感觉就好 只要我有一个对得起良心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做 做了 还是在做 好像不够 好像做了好事 下面又做了坏事 所以还要再做 这个就是人的宗教 一直叫人 没有止境的 一直要行善既得 但是不知道 真的有没有 自己的真正的那个灵魂的罪 有没有离开他 各位圣经告诉我们 人的罪 人的这个里面的人的那个丑陋 那个罪是不能偿还 是不能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涂抹它的 这个罪是永恒的东西 就一次在 永远在的东西 所以这个罪一定要丢在地狱里面 有罪的人 一定要跟罪一起丢在永远的地狱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人的惧怕 人要制造宗教 因为有这个事实在这个地方 在人的良心里面 人一直不能面对 他真正的自我的那个地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都是因为这个罪 这个罪不能被解决 但是能够被担当 一定要有一个人担当 然后他必须是那个能担当的 当这个罪被他担当 他担当了那个罪在之后 人看到他实在实价上的 那一幕的时候 知道是为了自己的罪 死的 还清的 好像那个债还清了 有人还了 对不对 我欠他一百万 有人还了那个债 之前我欠他一百万 我为他做牛做马 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还 一定要有人还那个罪债 还了这个东西之后 从那时候去真正的自由平安才来的 各位 我们基督信仰呢 有一些人认为说 各位 有些人认为说 基督信仰是一个寄托 是一个寄托 圣经从来没有说是寄托 圣经说 这是一个灵魂的事实来的 是人的灵魂的真实的光景 有些人要找寄托 然后他找到基督信仰 那个不是真的 你要找的 你要认识的是 你要找到你灵魂的救赎者 这个灵魂的那个罪 被这位上帝拯救了 这个灵魂的罪被他还清了 然后你接受他的救恩 把自己生命的主权 交给他的时候 各位 那个时候 其实真正的平安 不叫寄托了 真正的自由释放才来的 弟兄姐妹 我们人很多东西啊 就是 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东西 可能各位 一生一次到教会来 或者曾经来过 我今天把基督信仰的 整个的经要讲出来 有很多东西 各位不要找人要的解脱 人要的解脱 往往不是真的解脱 回到神的话 神的道 神的道告诉你 为什么今天你需要解脱 为什么今天你没有平安 是因为灵魂的问题 最近我们的国父 刚刚离开这个世界 对不对 我知道才两个星期前 很多报纸上还在讲他的事情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敬重他 有些人说 他是一个东方的哲学家 可以这样说的 他能够反思到人生 反思到很多 这个世界的动态 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都来参加他的上礼 他的确很成功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直看他的生涯 他做过的那个面试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全国人的思想 跟他的思想 是被他的思想牵引着走 他快要离世不久 2013年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 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他 他也老迈 整个人瘦起来 然后精力已经没有了 也曾经很荣耀 很风光的 但是现在面对一个身体 快要枯干的一个事实 但是人只要还在这个身体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 很多你无助无奈的事情 那个时候 有一个天主教的 一个修道士 有教他怎么打坐 那他就打坐了 每天打坐25分钟 30分钟 他马上能够感觉到 那个平静 那个安稳 然后那个时候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 里面的另外一个人 The inner self 对不对 The inner self 各位看过那个面试 各位都会知道的 那个好像你另外一个你自己 你一生可能你面对妻子 面对孩子 面对人 都是你外面的你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真正的一切 你的动机思想追求性的 那个本质 那个地方 全部那个intrinsic quality 全部都在那个 那个真正的自我 你究竟是怎样的人 都是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说究竟是怎样 他就是看到那个自我 他来到了一个 一般的人很少去思想的东西 对不对 他的确来到那个地步了 尤其是他衰老 一切的经历都没有的时候呢 他开始反思这个东西 很多人是十多岁 二十多岁 三十岁 不会想这些东西的 你成功 你有名的时候 你有力量的时候 不会想这个东西 但是对他来讲很可惜 因为单单知道你有这个自我 还不足以得救 因为圣经很清楚说 这个自我当人知道的时候 诚实地面对 发现你的一生 无论怎样好 你还是亏欠神的荣耀 这个人没有办法站在 那个绝对公义的神面前 他一定要降服于他的救恩 他的救赎 所以只有这个人 降服于那个救赎的时候呢 其实真正的解脱 这才会来的 各位明白我现在要讲的话吗 我今天要告诉各位 真的很慎重的话 很慎重的话 我们情感波动已经完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伟大的历史 伟大的人物的正传 已经看完了之后 你要想你自己的东西 你要想你自己的 这个科学或者有思想家 他们能够意识到的 有一些东西 已经慢慢显露出来 有 人有灵魂 但是这个灵魂是怎样的人 为什么人一直挣扎 好像现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 我现在有很多爱我的家人 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几乎故意遮盖他的存在 就是这样 有些人六十岁七十岁 还是遮盖他的存在 只要多五年我就够了 只要多两年我就够了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遮盖他的存在 因为当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把你里面那个人指出来 告诉我们他的存在 他的丑陋 然后呢 他跟罪已经结合了 这个罪呢 是会把这个灵魂带到永远的地狱 但是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独自灭亡 反得永生 各位知道吗 只有这个罪在被他担当了 你把你生命的主权降服于他的时候 各位那个时候 你才能够得真正的解脱 你不但能够知道你有永恒 你今天活着的时候 你能够安详的 这是一个福音 这就是基督上十字架的道 但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叫我们今天听到的人 叫那个独一的心 因为圣经说 上帝所做的这件事情 是整个历史里面 唯一要被纪念的事 因为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 听到主的道的时候 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交在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当中 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听过 或者我们新来的朋友 他们已经 大略都有听过这个福音 但是主 今天你再次 有接着你的仆人 放胆地 把一个永恒的事实 再次讲出来 主我们要醒过来 被你的真道激动 唤醒 让我们知道 主我们要怎么 向主交代 我们也怎么能够 有一个绝对的把握 知道那个爱我们的主 已经为我们担当一切 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 再次降服给主 主今天 有听到你的道德 求圣灵在他们心中 感动他们 就把他们 一来的疑惑 他们的 甚至一直很迷茫的追求 从那个地方带出来 不但是还没有来到你面前 甚至很多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被今生的思虑囚犯 残累 我们在这个短暂的 那个时光里面 其实明天马上 又会改变的那些事情上 我们放进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情绪情感里面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 求你用你的宝血 洁净这个心 使我们再次意识到 我们永恒的价值 主 我们把今天的时光 也今天你所讲的道 交在你的手中 主 你自己接着 这个道 在我们众人心中做工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